把剛吃完的便當盒拿去水槽 用沾了泡沫的菜瓜布 裡裡外外全都仔細洗過一圈 但要小心這片厚厚海綿 如果太過潮濕 就像是在用細菌培養米洗碗 因為一般菜瓜布海綿太厚了 所以不容易擠乾水分 常處在潮濕狀態 間接變成細菌溫床 因此護理師就建議 可以改用木漿海綿 或者是洗碗布 因為更薄也容易快乾 滋生細菌的機率也是大大降低 最好家中可以準備兩組 交替曬乾使用 很多人就是洗完之後直接丟水槽 像它很難乾 一套在外面晒 然後一套在家裡用 用完之後你每天 你可以用漂白水泡一下 甚至煮沸之後 然後再拿去散 至於替換時機 護理師提醒 其實海綿或者是洗碗布上 如果有黑黑的污測洗不掉 或者是洗到變形 就得趕快換一個 否則對健康 恐怕會造成負面影響 八達新聞 薛曉族 林博志 台北三好島 洗完臉 很多人會用毛巾擦乾 不過每天使用的毛巾 一般人都多久才換洗呢 我一個禮拜會用完一個毛巾之後 我就會丟一洗衣機洗 我定期都會丟洗衣機洗這樣子 對 所以我可能半年換一次 但我偶爾一個禮拜會用洗衣機再洗一次 毛巾每天都在用 不少人用到破舊或飄除異味才換 毒物專家指出光是三天沒有徹底清洗 病菌量可能就達到八千萬個 就像用馬桶擦拭臉部 超過一個禮拜沒洗 可能會有皮膚過敏 毛囊炎等問題 如果擦拭到陰部 更可能導致下面尿道感染 剩餘炎等 共用毛巾也會有病毒油等感染風險 用熱水來清洗 那當然就是適當的加一些清潔劑 這樣子可以把這個細菌 或者是上面的一些病毒把它給消除掉 那清潔完之後呢 再用這個風乾或者是用太陽日曬 專家建議平常可準備兩條毛巾輪流使用 至於新毛巾上面還可能殘留 螢光劑等化學藥劑 同樣必須用溫熱水加清潔劑 清洗後再使用 定期清洗毛巾 以免越擦越髒 八大新聞 江凱婷 賴程偉 採訪報導 年中大掃除要把家裡打掃的一乾二淨 將頑強污垢消滅殆盡 不過之前有婦人混搭清潔用品 將漂白水加入鹽酸 後果不堪設想 沒想到就是冒出很大量的那個煙 就造成有一點輕微的那個濾中毒 然後有趕快送去醫院 然後把那個肺的部分檢查一下 幸好最後媽媽只是輕傷醫師也提醒 漂白水搭配鹽酸這個動作 實在很危險 漂白水最主要的成分是次氯酸納 混合鹽酸後釋放濾氣會產生黃綠色有毒氣體 要是不小心接觸到眼睫膜皮膚或者呼吸到黏膜 就會產生刺痛呼吸急促皮膚灼傷等不舒服症狀 嚴重還可能呼吸衰竭 提醒民眾快過年了 大掃除清潔用品千萬別隨意混合 避免自己暴露在有毒氣體中 使用清潔劑時也盡量佩戴手套與口罩比較安全 八達新聞最後報導 扶著牆顫抖搖晃的慢慢走 明明是在家裡還是要處處小心 因為一個不注意家裡的長輩就有可能摔倒 像是臥室 客廳 浴室就是常見的跌倒熱點 可以加裝防滑條或扶手來幫助長輩好行走 也要避免家中地板雜物過多 我自己比較常遇到就是因為 很多老人家他們比較節儉 他們在家裡面可能也有些東西 也不喜歡丟掉都喜歡保存 所以家裡的動線沒有那麼乾淨 所以他們走路就容易踢到 解決了外在危險 也可以透過簡單的復健運動 來增加行走的穩定度 可以在家裡扶著穩定的東西練微蹲 訓練下肢的力氣 除了扶穩 微蹲 增加肌力 用腳尖 腳跟前後站可以訓練平衡 雙腳打開與肩膀同寬 前後踮腳也可以增加腳踝的反應能力 也可以常常檢測自己能不能在單腳站30秒不跌倒 因為是基本的測試 有這個能力也代表你可以應付一些狀況 讓自己不跌倒 一時也建議65歲以上的長者可以做防跌篩檢 像是檢測過去一年有沒有跌倒過 或是近期因為跌倒而就醫 行走或平衡有困難的民眾 也是跌倒高風險族群 可千千萬萬不要輕忽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一口接一口 開心吃餅乾 吃到一半 啊 掉到地上 立馬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撿起來 3秒以內感覺還是很乾淨吧 生活中常有這畫面 但先等等 食藥署請大家醒醒 民眾所流傳3秒不沾菌 不能醒 家裡長輩啊 就說什麼東西掉了 然後3秒鐘撿起來還是可以吃的 或是什麼垂垂之類就可以吃了 半信半疑啦 不到3秒鐘之類趕快撿起來 應該是可以吃 雖然很多民眾聽完還是不可置信 但食藥署可是有發出公告 血 食物掉在地上 無論幾秒都可能沾到細菌等微生物 吃進去可能中毒 腹瀉或嘔吐 建議先清洗烹調後再吃 我們也實際問到 霍普金斯大學生化博士 細菌的話基本上表面會有一些黏附的 那些表面的蛋白質等等 所以說它基本上是跟那個食物啊 會可能會有接觸的話就會黏住上去 乾一點的話就可能附著的效果就比較不好 不過還是要看它的表面的這個紋路 紋路水分都會影響 讓細菌不用龜素就能爬上食物 還有人是傳5秒不沾菌規則 但追溯源頭其實那是美國高中生提出的猜想 徐生海因此獲得2004年搞笑諾貝爾獎 為了身體好恐怕要把過去信奉 徹底拿掉 八大選舉取簽台北唱報道